大家去超級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經常都會見到食品包裝上這些大大小小的標籤 有團體的調查發現 自從政府在去年7月 規定預先包裝的食物必須附有1加7營養標籤後 有七成受訪市民在買食品前都會留意標籤 措施似乎發揮到正面效果 不過這張資料表密密麻麻 自體又細 消費者未必個個都有心機看下去 有些情況不應該同時出現 應該是蓋上去的 你看這個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例如這些 1 2 3 4 這麼多個 都不知看哪一塊 食用的份量是7克 那這個究竟是裏邊是說一塊的份量 還是一包的份量呢 不清楚 他只會告訴你 100克裡面是有多少的東西 然後你自己慢慢計 標籤暫時未有標準化的形式規格 消費者很容易混淆 一般家庭主款經常都會接觸到 這一類預先包裝好的食品 不過要明白食品上面的標籤資料並不容易 好像這一包餅一樣 標籤上面就列明每100克 就吸取18.7克的飽和脂肪 但一盒裡面有這麼多塊 到底食一塊吸取多少克的飽和脂肪呢 可能要經過一輪的運算才可以得到答案 團體希望政府可以統一規管標籤的形式 教育市民 特別是長者和主婦 正確解讀標籤的內容 真正發揮標籤的作用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偉報導 多謝大家